即是踢前腳 初跑此情、初跑田草 加州海哥初跑田草 心之恒初跑此情 加州海哥隔晚10倍 秋毅多福 隔晚2.9,史卓鋒 梁家俊章跑得很好 不用跟人碰撞 在4-5碟沖上來 唯一一隻贏過的馬 這隻十二號仔 主持人沒有選擇 我待會看看主持人選擇哪一隻 看看數字 而上名率最高的是5號仔 他跑過兩次 一次第一,一次第三 所以5號仔 取勝率是0.5,上名率是100% 很成績 前次跑第8 上次跑第1 即是有進步 再輪到1號仔 1號仔就是 取勝率是0.28 上名率是0.7 他跑過7次 有5次 有錢收 你長期買他也有好處 1號仔 1號之後到4號 4號是0.66的上名率 但是沒有 win過 他輸了給7號仔 危多福 就是因為他沒有 win過 危多福就是跑過兩次 一個win一個落地 要麼有 要麼沒有 如果讓我選擇 我選擇5號仔 我選擇 我選擇會長馬 會長 沒有 我選擇 第四點就放在贏過的馬 第一贏過的馬 第二就是 上名率也不錯 騎士也不錯 5號仔 騎士也不錯 很fit 周俊朗 拖就拖 1號 5.1 5.7都可以 你喜歡泥多福 有些名氣 沒有選擇 主持沒有選擇 主持沒有選擇 主持選擇1 3 4 5 不要5 為什麼呢 太冷 5號仔 5號仔有5.6倍 也不錯 1.7位置 我選擇5號仔 會長之聲是三檔 隔離位 合衝共制 4號 潘頓 兩隻隔離位 這兩隻馬都是爭性分子 5號 4號 街景福星 跑最遠的 一號仔 街景福星 班德禮 班德禮這隻馬 是上將 跑第二 不蝕恩奇 現在轉了給班德禮 看他這季的跑短途有沒有 有些爭性的表現 我覺得他上一季跑起來 好像很禮陽 不是很想爭性 就是搶位 搶位 搶位的功夫 好像 好像 協場 不知是嗎 就是 怕怕的 好像 偽多福 就是 最近的 這條欄邊 7號仔 這隻馬有些名氣 所以大業滿 2.9 4號 潘頓 位置 紅格 4號 7號 剛才說 買顏色就不中了 買顏色就不中了 不是常常都不中 買顏色格仔 買一些綠格 紅格那些 就是有一個內在的取勝率 在香港 現在 10倍以下的 有四隻 有隻1號仔 街景福星 4號的 合衝共製 第5號的會長之星 和 7號 危多福 我選 我買周俊朗 我買5號仔 現在綠色飛就是 4號 紅色飛就是 7win 位置 紅格就是 4號 如果你買顏色 就買47 我喜歡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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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久了,又多汗,希望你也順利,藝多福三十一元 旁邊,街景福星,接著就是會長之星 剩下心之恆,他也穿了六甲和林尾,交給雜錢 心之恆 全部馬不准備妥當,二場賽事三班一千元的直套賽 現在開集的時候,偽多福外蘭位置,出集相當快 黃衣,淺藍帽,合衝共濟,再看到裏面是心之恆 中檔位置是綠色時代,紫色眼罩加州海哥不夠快 外蘭那邊還有姓二龍,尾之紅衣,是會長之星 暫時殿後,街景福星,跑了一段,火箭的前速 就是這隻偽多福佔先,擠來了一個多身位 中檔位置是綠色時代,中間還有合衝共濟 再看到第四位,外蘭姓二龍,入變位置 還有心之恆會長之星,最入是街景福星 好了,鬥到最後三百,危多福,靠大步 還擠來了一個多身位,埋變會長之星追緊 中間合衝共濟,亦都上了一點點 在入變位置還有心之恆,最後一百米,危多福佔先 會長之星越迫越近,埋變位置還有心之恆 中間合衝共濟,接近終點,會長之星贏了 也有六倍,為什麼呢?這隻馬的賽息是最好的 百分之一百 會長之星就是跑過兩次,一次第一,一次第三 都買它吧 一隻大葉滿 一隻大葉滿 嘩,心之恆厲害,心之恆是... 四十...隔板四十八倍 五號,七號仔又跑,耿頸四 五號啦,還回那邊啦,是嗎? 是呀,兄弟三,平正五號會長之星 綺多福就出閘 都算啦,對嗎? 最少要出閘 但是2.5倍,他的赛绩实在不够5号 他现在领先1个马位,在头400 周俊乐是黄色帽,黑白格仔奏 现在已经猴住3-4位 他现在很聪明 他现在真的留到最后300了,开始了 转了右手边 追着危多福来跑 最后100米 周俊乐过了危多福 怎知道后面一堆马手来盖了大叶门 我认为这小七号也要换下人旗 稍欠活力 我意思是稍欠power 他能够出门,但愈骑愈无力 不够梁家俊第一场这么厉害 周俊乐又完成了 今天华将很聪明 第一、第二场都中了 这个挺好的 我现在可以休息 我现在可以休息 我赢了 以马来计算,我赢出了 买两个Vin 第一场输了,第二场就中了 我想看看他有多少派财 至少也有六倍吧 我估计 都挺好的,75元 都挺好的 75元 千多元 跑了一只心思恒 初跑此情